哈喽大家好,我是尼克奇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今天呢我想录一个 稍微不一样一点的主题 我想录的第一支底妆实测的分享 就是我上脸第一印象 加上我这一天就是 带妆就是一直测评 看看它脱妆的程度啊 妆效的变化什么的 那我今天要录的这个底妆测评呢 就是这个,就是CPV的这个 叫什么 就是反正这个 金钻粉霜还是叫什么呢 这个粉霜,我不知道它有什么名字 就The Foundation 的这个超级超级贵 两千多块钱一瓶的粉底液 的这个,我反正 我之前日在下单买东西的时候 它有赠给我一个这个的小样 我就想试一下它到底好不好用 因为说实在的我从来都没有 用过这么贵的粉底液 我平时用的粉底液价位大概都是 最贵最贵了也就七八百 差不多 但是就这种两千多块钱 我是从来都没有用过的 我想看看它到底有多神奇 我想看看就是 是不是真的就是甩我 平时用七八百的粉底液 一条街的那么好用 然后我在想要不要 如果真的那么好用的话 我在纠结纠结 到底要不要入这么贵的粉底液 反正现在我就想 就没用过,很好奇 想试一下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拍了这种 Ware Test 但是我没有 就是我看到他们有拍 但是我没有点进去看 因为我怕这样会影响我的 这么一个第一印象 我的这个测评 所以我就是一直忍着 没有用它 然后也没有看别人的测评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然后我的这个色号是 我的这个色号是10 应该是第二白的颜色 其实我 我本来我也觉得 我用CPP加的粉底液 我用的都是OC00嘛 我觉得可能00 对我来说要稍微白细一点 我觉得10应该也不会太暗 就是太深太暗 应该也就是比较自然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能用的 我们就来试一下 它如果不能用的话 我就可能会在 就是眼下 就这种需要提亮的位置 再叠加一点 遮瑕膏 反而我们先用这个 然后我搭配它的上妆工具 我选的是这个 戴科的这个粉底刷 因为我觉得戴科的这个粉底刷 推粉刷能力非常好 所以我就打算拿这个 一起搭配来使用 然后我现在的脸 已经是上过保养品和防晒了 我们现在来上一个妆前乳吧 因为我平时化妆 我也会上妆前乳 我就不想 就是 要不上一半吧 我怕 我怕 因为我没有用过这个嘛 我不知道它跟我哪个妆前乳 打不打架 要不全用了 还是全用了 要不 因为我今天要跟我朋友出去 我不想弄的 一半一半的 就反正就是要 要底妆出问题 就全脸出问题 要底妆不出问题 就全脸不出问题 好了 现在就是上底妆之前 我的皮肤的一个样子 其实我最近皮肤状态特别不好 这下巴这地方三个痘痘 还被我弄破了 这边有一个痘痘被我弄破了 然后额头也稍微有一点 其他的地方倒还行 然后我本来的皮肤问题就是 鼻头有一些黑头 然后两颊毛孔稍微有一点粗大 然后就是额头的毛孔 可能稍微有一点粗大 这大概就是这个样 然后黑眼圈非常严重 其他的就都好像都还好 好 我们就来用这个粉霜啦 好了 我们现在就打开它了 然后我现在 就直接把它上到脸上了 我先把它挤在手上好 这颜色我觉得好像还好 没有说很深 先挤了这么多 但我觉得好像挤多了 还剩一点 我们这些我先推推看 这颜色还可以 没有说很深 那我看来我用CPB的粉底液 10500都可以 10500就是真的是超级自然了 我觉得跟我脖子领色差 然后00的话就稍微白净一点 这粉底刷超级舒服 我觉得这差度好低啊 这个粉底液粉霜 然后但是我确实有觉得 它有均匀 均匀我的肤色 就是我的肤质 就跟我 我感觉跟那个香提卡的 未来肌肤粉霜差不多 就是都是属于那种 比较清淡的 就是 但是我真的好透亮啊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我现在手头粉底 也达不到的 真的很透亮 看这个光泽感 而且是很清透的那种光泽感 然后我还剩一点 我将把它重点 重点叠加在我的这个 拿手吧 好像拿手也能推得动啊 这个粉霜还不错啊 拿手就能推得动 然后我现在就是我上了一层了 我觉得我用量不算少 就同样都是粉霜的话 我觉得我用别的已经可以 比这个遮盖力要更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要不要再叠加一点 我再叠加一点 现在这是第二层 反正它这个是非常自然的颜色 我也不用担心 脸和脖子不是一个色 我可以放心大胆的多用一点 这个真的很好推 这个粉底 很霜 这回这个遮盖力 因为我说实在的 现在皮肤状态不太好 我觉得要是皮肤状态好的时候 可能一层还行 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 我觉得一层有点太轻薄 好了 这就是这个粉霜 我又重点 就是重点去叠加了一次 一层半吧 一层半的这个用量 哇真的是很细腻通透 这个光泽感 赞 然后看看它都遮了哪 我觉得好像哪也没遮住 这痘痘还在 然后我看看我鼻翼 鼻翼干燥的情况是不太有 感觉用其他的一些 稍微便宜一点的粉底 相对便宜一点 我觉得可能鼻翼照顾都没有很好 这个的话 我觉得鼻翼照顾的还是蛮好的 就没有说很干 干裂的情况 然后 然后我其实我前几天 鼻头一直在 一直在 爆皮 我今天鼻头一点都没有爆皮 所以我觉得这个粉霜 滋润度超级超级赞 滋润度好 光泽感好 遮瑕度中下 遮瑕度算是比较低的 偏低了 但是均匀肤色 修饰肤质的效果 我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我觉得是一款 嗯 还不错的粉底液 粉霜粉霜 好 那现在第一次的这个 刚上妆的情况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反正我真的 现在有这个情况 我很满意 就遮瑕度比我预期的低一点 其他都是属于 超过我的预期 好了 我先把我的妆补好 一会儿见 哈喽大家 我现在就是 上完了全妆的样子 然后我 我现在 因为我有上了一个蜜粉 来定一下这个妆 我用的蜜粉就是这个 嗯 心机的雪柄 哎呦 我刚才洗手间的门忘关了 大家不要觉得乱 我确实觉得 这个粉霜 就是妆效很好看 就很自然 就是我追求的那种 裸妆感 就是属于那种 有妆似无妆那种的 很 完全没有妆感 完全没有粉感 然后很自然的修饰 就是可能 遮瑕度是低 但是是很自然的修饰的感觉 哇 两千多块钱的粉霜 就是不一样 真的真的 效果非常细腻 非常好 我现在为止 我很满意 然后我现在要赶着出门了 因为我的朋友 已经在等我了 之后再跟大家update 我这个带妆的情况 我先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时间 现在是10点 10点49分 好 我们之后再update 稍后见 哈喽大家 我来进行我的第一次update 现在我在商场里 跟我朋友一起逛街 娘子要露脸了 好 现在距离我上妆 已经将近两个小时了 我觉得整体效果还是不错 但是我朋友说 两颊的地方没有很透亮 所以我觉得 就是没有我之前用的 CPB的钻光粉底也好用 那看来这个2000多的 跟800多的差不多 700八百的差不多 但是整体这个妆面 还是很完好的 没有任何的脱妆的情况 好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update 稍后再见 我朋友刚才分析 说因为我有用雾面的 净妆粉 所以可能看起来 没有那么的透亮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 还是定妆粉影响了 它的这个光泽感 但是整体的这个妆效 还是很完好 遮瑕度也都没有掉 我最近皮肤状态实在太不好 遮盖力 就是还是跟维持跟上妆 刚上妆的时候差不多 好了 我们进行下一次update再见 哈喽大家 我现在还在外面逛街 然后现在又过去了两个小时 就是距离我上妆 已经四个小时了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这个底妆的情况 其实 其实 是很好用的粉底液 没错 但是我的朋友也说 跟我平时用的那种 像CPB 那些 就是七八百 七八百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就是没有说好一大截那种 然后我上网 上淘宝看了一下它的价格是16700 我说错了不是2000 但是也挺贵的了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还是很完好的 完全没有任何的脱妆的情况 然后妆面还是很完好的 很细腻 也没有明显的泛油光的情况 就只是说可能 没有那么 没有我之前的底妆那么透亮 但是我觉得就是整体效果还是很好的 我朋友也说就是 跟我平时用的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没有好一截 但是现在就是上 最近上妆已经四个小时了 状态还是非常棒 没有任何的脱妆 没有任何的 粉那些 没有出任何的状况 还是跟刚上妆的时候一样好 好了 我们下个下三不再再见 哈喽大家 这是我第几次update了 反正距离我上妆已经6个小时了 然后我现在是刚刚回家 我东西还没放下 一直拿在手上 刚刚回家 然后现在在家里的阳台上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粉底的情况 其实我撇开价格 我觉得这个粉底液非常非常非常好用 就是完全不脱妆 完全完全不不浮粉 不cover不起瓶 不斑驳 就真的是无可挑剔 然后然后妆效 也是这种非常非常 堵意的那种光泽 光泽机的感觉 很通透 然后我的朋友一开始说 没有那么通透 他说可能是因为 叠了散 就是蜜粉的关系 可能遮掉了一点 它的光泽 然后但是后来 我因为我跟朋友出去嘛 然后就是 脸上有出油 他觉得我出油之后 哇 整个就变得非常非常通透 好看了 他后来也说 就是现在底妆的这个状态 非常好看 非常的通透 自然 有光泽感 哎呦 真的太喜欢了 完全完全没有任何的脱妆情况 然后就是出油之后 跟皮肤融合的非常好 也没有就是说 就是很很冒油 很冒油的那种感觉 然后 鼻翼的话 跟刚上妆情况差不多 就是 遮盖力其实没有很好 你看看这些根本都没有遮住 遮盖力没有 没有说很好 但是就是 就整体的这个 我想我其实我对粉底液的要求 还是说看一个整体的效果 我觉得整体的 它的这个 修饰度啊 润色啊 包括复制的这个修饰 还是在的 然后你看 现在已经六个小时了 也完全没有任何的脱妆情况 就是反而比刚上妆的时候 感觉更 更有光泽感 更透亮 真的很喜欢 然后我朋友也说确实 确实是很好用的 就菜在我脸上 他觉得效果很好 但是就是 可能 不是说能 他这个价位 还是说对于 还是说对于他这个价位 更期待的更多了 现在效果很好 好 我们之后进行下一次update 看看这是谁呀 咪咪又在晒太阳了 然后现在 是属于下午的一个时间 我刚刚回家 然后看看 咪咪特别喜欢晒太阳 然后这个时间段就是咪咪 晒太阳的时间段 晒后背 咪咪 咪咪看我 非常非常正规的 咪咪 最后有人几杯我拿了 我觉得我每次我还跳 我真的 爱你 我真的困难 我不知道跳难 哇 好多那啥的 死路的 我怎么又没穿衣服 想什么呢 咪咪特别喜欢 咪咪现在 就是咪咪 特别特别深沉 晒太阳的时间段 她只想孤单一点 看看 她特别喜欢把两只小手 塞在自己的身子底下 可爱 你好可爱 爱死你了 好爱好爱你 好了 下次APP update 再见 哈喽大家 现在距离我上妆已经将 八个小时吧 差不多 然后我来给大家做 上妆八个小时的update 然后 其实我真的觉得 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就是刚上妆的时候 可能 稍微遮瑕度降低了一点 还是很完好的 然后就是 对焦 哎嘛貌貌 对焦出来了 貌貌 刚刚跟咪咪 贴鼻子了 就可能鼻子这个地方 遮瑕度更降低了 然后 其实额头真的还好 额头的话 遮瑕度还在 只不过就是 感觉 比刚上妆那只 能再有一点点油光 但是真的不严重 其他的地方 嘴周围 妆还是在的 就是鼻翼这个地方 我觉得可能妆效还是很完好 哎我家太乱 我没收拾 我犯懒了 我就想着在床上录 这次update 妆效真的没有什么变化 就还是很完好的妆面 我这个 这个粉妆真的持久力非常好 就是我 我觉得我又挺多 就是 比它便宜一点的粉底液 就是 不是比它便宜一点 就我平时用手头的一些粉底液 我觉得可能 带妆八九个小时 之后 确实遮瑕度降低的比较多 虽然可能妆面还是很完好的 但是就是 像这个遮瑕度保持的这么好的 上妆的时候什么样 现在还什么样呢 就还是比较少 然后我 好后来才发现 我今天没有上腮红 没有上高光 没有上修容 我连遮瑕我都没上 其实我没上遮瑕 是我是故意的 因为我想就是让大家 我不想有任何其他的就是这个 会增加粉感类的 因为你说实在 你要是我上了遮瑕 连下cover 那你就说不清了 到底是遮瑕的锅 还是粉底的锅 所以这个完全就是这个粉底液自己的情况 整体妆效还是很完好的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暗沉的情况 好啦 这就是我这个8小时的update 我们之后再进行下一次update 但是估计下一次可能阳光就没了 Hello 大家 现在我已经带妆有10个小时了 然后我来进行 我也不知道第几次update了 反正就是以前已经带妆10个小时了 然后我觉得额头可能比之前要更出油了一点 但是就是也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 毕竟我已经带妆10个小时了 然后其他的地方我觉得还是还是那样 没有什么变化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脱妆什么的 就是就是觉得额头比之前更出油了 但是就整体妆面还是 就是那种润色呀修饰的效果 我觉得还是在的 嗯 然后 现在已经是8点43了 晚上8点43 Morban 还没有完全黑天 还是有光线可以给大家 拍我的这个底妆update 你看是不是还是很完好的 这辖度我觉得还是在的 然后就是额头可能更泛油光了一点 鼻子的话就是掉了一点之后也就那样了 也没有变得更严重 其实我说实在的 我鼻子还是比较 我鼻子的地方还是属于比较难上妆的 我觉得这个粉底液能 我鼻子这个地方能做成这样也是不错的 真的很抱歉大家 我很少在外面举着相机说话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点陡 这大家都担待 然后这就是我这个已经过了10个小时的这次底妆update 我们下期update再见 哈喽大家 现在是我带妆第12个小时了 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现在的妆面的情况 嗯就还是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真的就这样了 再怎么脱妆也就是这个样了 嗯就是就整个妆面都会厉害了 大家看一下 就整个妆面还是很完好的 然后就是只是说可能皮肤开始泛点油光了 额头算是就是真的开始泛油光了 然后其他的话就真的还好 然后我朋友有说就是我是属于干皮嘛 就本来就不太脱妆了 所以他就觉得我做测试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 就觉得可能那种用什么都脱妆的 测一下还比较靠谱 像我这种本来就不太脱妆的 就嗯这个不脱妆好像也没有说好 就是好在哪 但是就不得就是我现在就分享我的感受 我确实觉得我已经带妆12个小时了 在现在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完好的感觉 只不过额头稍微冒点油 然后其他的就真的是还是很白净很完好 就是就整体妆面还是嗯很美好的 我真的很满意这款粉霜 然后我刚才有照一下镜子 其实我觉得就这种从上面照下来的这种 稍微偏黄光一点的镜子 就会是会容易照出粉感 但是这个粉霜真的是完全没有粉感 很自然很自然的修饰 我目前为止我很满意 好了那我们下次update check in update再见 哈喽大家 这应该会是我最后一次update的 其实已经是13个小时的带妆了 然后我还是觉得就是妆面非常完好 没有任何的特别难看的任何问题 就还是整个妆面还是很有光泽感 然后很完好遮瑕度也基本上都保持着 只是就是可能鼻子周围遮瑕瑕度可能不太有了 然后就是额头可能出就是泛油光更泛油光了 然后就其他那些本来也没遮住就还是这样 然后整体妆面就是该还是很完好的 嗯然后也一点都没有暗沉 好啦这就是我这一 其实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就CPB的Foundation这么一个13个小时的带妆实测 然后我来说一下我的总结性的感受吧 嗯这个粉底液我会不会买呢 我觉得就是以后我一定会买 就是如果我有这个预算有这个就是就如果如果我就是以后更有钱的话 我觉得我一定会买就是这么冲它的效果它是非常就觉得如果预算有预算充足的话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我是这么觉得的 但是现阶段我不会考虑因为我还是觉得就是太贵了 嗯而且就感觉好是好 但是就是你就说它就比我手头一些七八百的粉底液就是好 好在哪吗好像好的也有限确实要好一点就是粉感更低 嗯然后就是一天下来的这个持妆情况更好 就确实是更好 但是就是没说好那么一大截 嗯所以我就觉得现阶段我应该是不会考虑入正装了 然后但是我确实我就觉得它 非常自然非常没有粉感 然后遮盖力也是一个中下的水平吧 算是比较低的遮盖力 然后是属于那种很doo意的那种很光泽剂的妆效 然后就是持妆力非常非常持久 嗯很自然很通透 就嗯可能刚上妆的时候没有那么通透 出油之后反而会更加通透好看 嗯然后就是可能是戴妆时间长了之后会有泛油光的情况在额头 其他地方就还是很完好的 嗯持久力好 然后妆效好 就没有粉感裸妆 尾素颜嘛 妆效好 持久好 嗯好像细腻非常非常细腻 这确实是我用过最细腻的粉底液了 然后好推开 嗯反正就是真的很喜欢 但是现阶段不会考虑入正装 就是粉底是好粉底液 但是就是以后有钱了再入 嗯就是我的一个 就这个的Foundation的这样一个实测 嗯希望对大家有参考价值 那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就给我点一个赞吧 这对我会是非常大的鼓励 你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哦 这对我是更大的鼓励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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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